俄罗斯国防部在25号表示 通过俄军发动的顿巴斯冬季战役 俄军已经控制了马林卡 阿弗吉艾夫卡 新海米洛夫卡等 乌军长期经营的战略要塞地 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看 本台记者发自卢干斯克的现场报道 我们现在从顿巴斯克前往顿巴斯北线 目前的俄军也是加强了在顿巴斯北线的攻势 有消息表示俄军在克雷门纳亚 已经清除了前沿乌军所布设的雷区 一些评论家们认为 俄军可能在这个方向对乌军发动攻势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顿巴斯各线的军事的态势 周四顿巴斯北线的克雷门纳亚地区 俄军新阵地确定在切尔沃诺波波夫卡 特尔尼轴线上 俄军向西推进达一公里 在顿巴斯中线的巴赫木特北翼 俄军突击队成功抵达伯格达诺夫卡 南部通往加里宁村的线路上 在阿富士伊夫卡北撤 俄罗斯武装部队的突击分队沿铁路 推进了1.25公里 到达奥切雷迪诺村庄的中心部分 许多军事专家观察 俄军继续在今年5月9号前创造战果 俄军对奥切雷迪诺村的切割 不仅仅是对乌军第二道防御线中心点 卡洛夫斯科耶水库的试探 也是对乌军主要防御方向的后方 进行了火力侦查袭击的深度的尝试 使乌军从恰索夫雅尔到乌克莱达尔的 整条60公里长的前线都承担着大的压力 而且最重要的是乌军守备的第100机械化旅 第341机械化旅的独立营 第447旅的部队和精锐的第425独立突击营 逃离了最重要的阵地 俄罗斯部队的两个旅和一个预备队团 担负了在这个方向上的作战 当天俄罗斯军队在奥切雷迪诺取得成功之后 没有喘息进一步拓展成功 俄罗斯武装部队第15魔步旅和车程 阿尔玛特突击营控制了奥切雷迪诺以南的 新巴赫木托弗卡村 根据收到的消息 乌军第115机械化步兵旅几乎没有经过战斗 就离开了盖村庄 周四 乌克兰TG频道的国家政治栏目专家表示 冬季以来 俄军在顿巴斯接触线使用千刀万挂的战术 在乌克兰军队预备队被火力拦阻的态势下 或老弱病残极度疲惫的部队 无法承受战斗强度时 俄军便集结五倍以上的兵力 对这些软肋进行主要的打击 此役发生在阿富杰叶夫卡的彻翼 导致了这座城市的失守 这种战斗最近也发生在恰索夫亚尔附近 俄罗斯人迅速地接近了其郊区 现在傲窃雷迪诺从岛救折 正如乌军方自己所承认的那样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主要问题 并不是武器弹药的缺乏 而是缺乏足够数量的新兵来弥补战顺 目前嗓不清楚 乌克兰是否可以通过新的加强动员法 以及多快的速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俄乌两军目前在乌东的战场上 主要是实施的这种高科技 智能武器的这种较量 乌克兰军队目前在前线 投入了大量的风群的无人机 对俄罗斯军队目前造成了重大的威胁 凤凰卫视 卢宇光 伊万 阿拉曼 乌拉特 卢干斯克的报道 121年3月6日 6508050 5.56070 5.66060 そして8906052